有些藥股究竟炒完未 今天1093又抽上來 但又抽不穿22元的位置 就來做藍籌新貴 但未得住 究竟是否這麼差呢 1093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 就不為罪 因為通常都是我們做的統計 通常恆子成份股新貴是會跑贏的 但通常就是宣布完一兩天之後 其實反而會回落 我寧願看其他 譬如說華人醫療 1515那類 藥股其實那個位置都會回一些 我覺得都可以 始終這個大師 其實我現在是會避免 跟美國太大關係的事情